音樂 我看過一些背景資料 但今天就和他們很深入去研究探討他們的生意 我們其實公司主要做是Digital Film人 而你們有些玻璃或是阿佳力 或者我們叫做Idle Resources的表面 貼了一塊膠片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簡單的Display 例如可以變個鐘 可以變個股票機 我猜不到可以和羅生吃飯 不期待 有兩間公司就是科技為主 現在最重要是他們可以拿到他們自己的Pattern 下一步是怎樣去組織 特別是資金資源那方面 讓他們可以配合他們的發展計劃 我覺得他們都是很有抱負 是很想做大事的 希望他們能夠細心去研究我今天和他們說的一些意見 將他們公司發展到下一個階段 那天就是他們去展示為主 我們每天問一個問題 今天就是對他們了解深了 我們的公司主要是研發一些醫療的器材 就是一個手機的鏡頭 它只需要駁一部iPhone 放大瞳孔對著按鈕 就可以拍到一些視網膜的影像 可以幫助醫生去做到一些診治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將香港小食怎樣推到國內 以及推到全世界 我們希望將整個產業都是流水線化的 令到大家都知道香港小食其實是可以很高級 和很好味的 我們是做一個AR的智能眼鏡 我們將Android系統 Android手機整個放在智能眼鏡上 例如我開車的時候 我不需要拿著電話或者我做事的時候 我可以用Voice Control 或者用手指去讀 比較方便些 他們就是在這個領域裡面 VR的眼鏡裡面 他們是最輕的 現在就是怎樣去推廣 令到有大的客戶 有更多的現金去投入 這個我覺得是他們現在在思考的問題 Rain Object是一個很有趣的 如果能夠和國內這些AI公司合作 用手機的圖像傳上去 即時告訴你有沒有問題 作為一個篩選 然後才轉介給眼科醫生 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一個很執著地把香港飲食文化向外推廣 所以我還要告訴他們 譬如在香港我們南風集團 在上海或者就算在倫敦 我們都有些地方可以合作 創業快線 有平台讓他們去展示自己的東西 令到全城都鼓勵支持三創 創新創意創業 初創企業 他們最大的缺的資源是人民 特別是不支付資金 那這些就是我覺得這些類似活動 希望可以慢慢凝聚 很多不同的人 可以能夠給予一個這樣的環境 給予他們 我在餐飯學到什麼叫做風險管理 接下來我們不可以只看前面那件事 可能我看三年之後那件事 梁先生他是做不同的行業 他亦都代表了 例如某些投資機構的心聲 我知道他們這樣想 我就調節一下 然後去做一些部署 梁先生給我的建議和意見 我會更加對於香港小吃 可以推廣全世界更加有信心 如果不是TTC去安排 我想我也沒有很多機會 去見到這麼成功的商家 我們去看就要做一個化了 你可能會不用工作 我會再看到 我會怕的 在哪有時候